新美市土城一名富人到賣場買東西 消費了140元只給40塊錢 卻認為自己錢已經付了 跟店員發生爭執 警方貨報到場處理 調閱監視器發現 富人確實少給了100元 正要跟富人溝通的時候 她突然情緒失控 動手襲警 標罵甚至還咬警察 後續也被送辦 警察來了 女子還不斷碎碎念 甚至出現這個舉動 莫名其妙動手拍打袁警 女子情緒瞬間暴走 失控辱罵還步步逼近 袁警立刻壓制上銬 但她這時候乾脆賴在地上 雙手動不了 竟然動口咬人 你媽很痛的 站起來 你要我幹嘛啦 誇張事件發生在新北市土城 原來這名謝姓女子日前到賣場 買了一共140元的商品 但她卻只給40元 店員提醒她少給100 她卻不斷聲稱已經給了 店員調閱監視器確定就是少 警方到場 女子情緒還失控 個人說她有個沒辦法 可是可是沒有給 攻擊員警爆出口入罵不說 甚至還咬了員警手臂 被以妨害公務罪送辦 案件經過審理 新北地院依鼓入公務員 及妨害公務執行罪 判處謝姓女子拘役25天 得一顆罰金25000元 還薪兩年 仍可上訴 買個東西疑似少給錢引糾紛 警方想幫忙調節 她竟然動手又動口 如此不理性 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得朋友日章是奎心北報導